2021年被曝光带孕弃养 偷税漏税而一夜跌入谷底的 劣迹艺人郑爽 很长一段时间都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 然而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郑爽前男友张恒 突然在美国召开了一场跨洋发布会 直指郑爽略带儿女 同时还放出了大量的视频 图片以及聊天记录 大友将郑爽再次捶死的时候 已经身陷淋鱼的郑爽 真的还会干出这种糊涂事吗 让我们来看看具体的爆料 张恒先是在发布会中公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两个孩子听到要被送到郑爽那里去 都显露出抗拒的言行 除了哭闹也一再说弄 另外根据照片 两个孩子身上都有一丝烟头烫伤的痕迹 其中女孩的一根手指有一个缝针的伤口 张恒声称在医院诊断报告里 这是一个被证明长达六厘米的伤口 又说那里缝了五针 此外 男孩鼻子处出现类似烟巴状的伤痕 根据视频 男孩称是妈妈弄坏的 还一直说害怕妈妈 张恒称两个孩子的伤势 都是在郑爽监护孩子期间造成的 他是在六个月前发现女儿的伤势 他问郑爽孩子怎么受伤 但他提供了多个不同版本的原因 此爆料已经传播 郑爽爸爸郑成华则立即发文指出 张恒的言论颠倒黑白 并且还表示两个孩子在郑爽这里过得很好 这直接迫使脑羞成功的张恒再次曝光出更多的图片 文件及聊天记录 比如张恒晒出自己缴纳约三千两百万人民币的罚款 和约两千一百万人民币的诉讼费的单据 他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并且想带他们一起回国 张恒还补充称有关孩子受伤一事 刑事调查已经启动 更透露郑爽不回国是因为他自己不想 并不是美国法院不让孩子回国 对于郑成华的种种发言 张恒则要求郑成华在24小时内拿出证据 证明他在颠倒黑白撒谎 在张恒的爆料中 还透露出郑爽给孩子申请美国白卡 也就是美国政府 针对低收入人群提供的免费医疗保险 这让广大吃瓜群众绝对是大跌眼镜 要知道郑爽当年出事的时候 可是被爆出日薪超过208万人民币 就算现在没落了 也不至于到申请资产低于2000美元 才能够有资格获得的白卡吧 没成想 有知情人士爆料 郑爽如今在美国的生活 的确是非常的落魄 在这位知情人的描述中 甚至就连郑爽 现如今每个月的卫生金都要省着用 这主要是由于郑爽出事后 各种影视剧 广告品牌代言的违约金 公司运营上 打官司的费用 赔偿金等等 让他不堪重负 知情人还透露 郑爽在美国和中国都办了信用卡 没有钱了 他就用信用卡套现 拆东墙 补西墙 以解燃眉之际 虽然小编无法验证这些料的真假 但是曾经作为娱乐圈顶流明星 受此的骆驼比马大 理论上不会落得如此境地 说起这次 郑爽再次被爆略同风波 应该和最近将在美国丹佛 开庭的关于孩子最终抚养权的官司 有密切关联 想当初 要把七个月大 上代腹中的一双儿女 打掉的郑爽 现如今为何非要执着于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呢 一时间也是让广大网友看不太懂 不过又有一个宏威博主 似乎给大家了一些具有可能性的答案 他表示郑爽不肯回国的原因 是为了逃避2.99亿元税务罚款 因为当年张恒还给他的2000万 到账就立刻被划走了 该博主爆料称 郑爽想要逃避2.99亿元的罚款 所以不愿回国 由于没有美国绿卡 如果两个孩子回国 他就无法留在美国 所以他坚定的跟张恒打官司 抢孩子 导致张恒也没办法回国 而1月9号 即将开庭的动议听证会 也是郑爽想阻挠张恒回国的手段 郑爽博主还认为 如果郑爽想要澄清这些爆料 也很简单 只要晒出自己交罚款的证明即可 他还暗示 郑爽在美国的资产 也是靠着非法手段转移过去的 据资料显示 郑爽出社之前 在上海住过价值6000万元的好宅 目前 郑爽一家人在美国丹佛居住 一家子大人加上两个孩子 至少需要一套三居室 克罗拉多的三居室小别墅 市场价格在250万人民币左右 当然强文提到 郑爽隐瞒财务状况 给自己的孩子申请白卡 如果这些财产都在郑爽名下 那很显然 在这个方面 他也触犯了美国的法律 郑爽自从出社之后 的确留下了许多的索赔纠纷 累积起来 金额也不低 至于他有没有还清债务 目前双方都是各执一词 通过社媒隔空对话 希望法律能够早日给这场闹剧 画个句号 也希望 无论是郑爽也好 还是张衡也罢 都不要消费孩子 他们才是最无辜的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